中间的这位是Tor 另外一个是她的七岁的妹妹 七岁的妹妹要照顾那个两岁的妹妹 当她去工作的时候 Tor要去工作哦 十三岁哦 十三岁的工作哦 对 原因是因为 她的妈妈眼睛看不见 就是失眠了 然后呢 也因为那边没有 没有好的医疗设备 所以呢Tor呢 她小时候曾经有一次发烧 之后她的眼睛都有白点 可是没有看医生就觉得 后来她右眼睛看不到 所以她先只一只眼睛看得到 可是因为她妈妈没有办法工作 她得扛起羊犬权架的那个责任 所以她每天需要去扛水 她才十三岁 你知道这两根铁桶撞起水来有多重吗 多重 非常重 我们想知道 因为其实看那只棍啊 真的是很幼 她两个头幼很大 她很熟练 她很熟练 你知道真的不容易扛 你要扛的呢 水让她的水不溅出来 是非常难的 然后她走得很顺 然后可见她每一天都做同一个动作 然后她至少要去两趟 去拿干净的水 再给家里用 然后呢Tor因为她妈妈生病之后呢 她就没有上学了 因为她在上学家里 她没有办法照顾她 我觉得从她眼神看得出 她像是跟大爱人一样 我记得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问她说 Tor 你的愿望是什么 她讲了一句话让我们感到她说 我希望有一件新衣服 有一件新衣服 然后我希望可以上学 因为我觉得 希望可以上学这个 在马来西亚小时候来说 都希望我可以明天发展 不上学 就是会跟妈妈讲 妈妈我肚子痛 明天不用上学 上学太多了 然后回家还有 上古习课 她只希望要一件新衣服 可是我们马来西亚有说 我要一件什么牌子的衣服 对 或者是我要一件什么样的 而且还要全颜色 款式 对 露背的 露背的 你小孩在找手 我现在小孩很发张 我没有骗你的 所以 那一刻 大家听到这个 大家都沉默了一阵 我就看到很多 卫生的同事眼睛就红光了 对 然后 她就 其实就很成熟了 因为她知道她13岁要扛起 整个养家的那个 她养家是用这个 扛水来养家 她的室家是在公司 她要去采矿 她要去采矿 这位小妹妹去采矿 对 13岁的小妹妹 很难 她选择 只是家里的家务的其中一件事情 而且她要煮饭给家里吃 她给我们看她采矿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看 然后就是一小盘 然后她刷出来要一个星期来采 她采矿的地方是在哪里 是在河边 在乡村的要走一段路 因为我们沿路走来都看到很多 很多小朋友在那个 泥巴那边玩或是 我们就知道这是什么 其实他们在采矿 而且大部分工作都是小朋友 所以这等于说那个地区的小孩子 基本上他们都有出来工作 而是没有去上课的 然后当然那边有一所学校 然后学校 等一下你们看照片就看到了 你们想象到底他们的学校想怎样 因为我开始听到说今天我们会看他们的学校 我还以为是我以前读的那个三个学校 或者是最烂的那个学校可能 或者是我们以前去跑十大有没有 或者是一些跑一些 一些慈善的一些帮建华校一些 去看他们的学校 哦 因为学校现在还是怎么样了 以后我们要跟他们一看 或者什么这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这样一看就知道 然后呢 那边只有一个老师 然后那边小学 就是他们去念书的话 最高只有三年级 因为只有一个老师 最高三年级 对 然后很好奇就是说 他们现在拿的这些水 用的这些水 其实干净吗 呃 我直接说 我后来躺上去 我有帮他倒在家里的那个 那个缸里面 我看到上面是有蚝蚝的 蛤 上面有蚝蚝 对啊 没有到有蚝蚝 你讲科 camar 而且有看到他们有养鲸鱼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什么科攻 什么科affen 就是有一些 floor 上去之后 那边drown 就是 就是要休息的地方啊 嗯 什么 你有喝吗 他们有招待你喝水还是怎么样 有他们有 可是我们也没有喝那个水 因为我们去了两三个村庄 他们的村长在午餐时间 都会请我们到他们的地方 他们有一些像是村长的 也没有 就是他们楼梯上去的那个地方 是比较宽的 只是这样而已 然后大家可以聚集在那边 然后他们有一个欢迎的仪式 是很有趣的 然后他们会在中间有一个装饰的 很漂亮的一些花什么之类的 当那个村长要讲祝福语的时候 应该是手要放在那边 要碰到那个盘 然后碰不到就碰到大家的手 有点像是把一盘祝福那种感觉 然后就开始讲了一些 我们听不懂的祝福语 然后之后呢 他们上面都绑了很多白色的丝带这样 如果大家看的话 Nicky左手上面有一些 你肯定举起来那个手 看到白色的丝带是他从那边 到现在都没有拿下来的 然后呢 他们就会 晚了之后 所有的那边村里面的老人家 就会拿出一个丝带就开始放 然后他可以讲个祝福语 嗯 什么样的老天啊 什么样的老天啊 他就会说 祝你早生贵子啊 什么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 跟我们华人讲的是一样 就是祝福的语言 然后旁边的人一直翻译给我听 他说希望你生活快乐啊 顺利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大家去他们 每个人手上都一 很多白色 对 那光良那个小孩子 TOP 哦就是你手的那个白色 对对对对对 那个想知道像TOP 其实他要工作 然后要背负做家务很多事情啊 其实他有没有说 你没有看到他脸是有时候会 好像很累啊 或是厌倦这种生活不快乐 嗯 其实我觉得他们很自然 在那个状态 他们就知道他们的责任是什么 我没有看到他们有厌倦什么 可是我 我觉得 他们只是觉得这就是生活 然后他妈妈生病了 那我想上学 我暂时没有学上 可是他不会愿意 因为他觉得我要照顾我们嘛 嗯 这是我看到的 而且他身边的同伴也一样 对不对 大家可能是多睡